我知道我们这天津人啊 有一特点就是特别嗝儿啊 这个非常的幽默 举个例子啊 比如天津人打架都特别有意思 但是打架这个行为本身是错的啊 但是偶尔我们也能看得见呢 天津人打架 要打这个人先得跟那挨打的商量商量 您听有没有这事 天津人打架 你干嘛 你崩瞪眼 我告诉你我臭命你信吗 他先问那信不信 啊那个我信了 信不就完了吗 那我说 我不信 你不信哈 你爱信不信 反正怎么这也打不起来啊 天津人特别的幽默 灰血 那么在影视圈呢 其实也有很多我们的天津籍的演员 今天我们请到这位嘉宾 就是一位天津籍的演员 既幽默又人缘好 所以啊在这影视圈当中 有一个官称老大哥 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 著名演员 藏金生老师 有请 看到这张照片 《水浮传》当中的剧照 虽然演过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 但是现在无论走到哪儿 人都会说 哎 卢志森 也是我的代表作 没有观众朋友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谢谢大家 我是演员 藏金生 好 欢迎 欢迎藏金生老师 欢迎 欢迎您 我是我是 没关系 欢迎您 欢迎 来 我们到舞台中间 藏老师 刚刚我们介绍了 您是我们天津的老乡 对 没错 这次回到家乡 能不能先用天津话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呀 可回来了 可回来了 想死我了 他叫球英寸 好像在底下就琢磨 怎么这么起那么个名的 球英寸 长得挺俊的 这不后来球来了 这天津话这个英俊 和英寸 对 他得念英寸 可能就是一听 是不是这个天津人 是纯天津人的口音 都能听出来 没错 没错 天津人有几个 特别绕口的字 您说说 用不用 用不用 对 正一念用 用就是等于用 舌尖抵住下指背 说出那个话叫用 对 而且天津呢 讲的就是用嘛 用嘛 对 他就是有点尖团字 对对对 喝水得叫喝水 但唯独一个吃饭 天津人还叫吃饭 一会儿看见 学天津话说吃饭的 那都是学的不对 对对对 那肯定不是天津人 对对对 天津话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是在天津 统生土长的 要想学会天津话 那难了 很难 对对对 天津看这个 当老师来的舞台 一下就是话题打开了 我们天津话 怎么幽默 怎么好玩 怎么有意思 真的是这个 和我刚才说的一样 天津人本身就是 自带喜感 幽默根 好 fø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